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一个 纤维化 哪种情况你就要赶快就医了 常常听到这三个字 我在四十几岁 第一次做那个比较大一点的 那个健检的时候 其实我是觉得 因为从来没有检查过 所以就完全听从指示配合 那大概一个多礼拜之后 去看报告 什么什么什么都OKOK的说 突然等等等等看到一项的时候 就上面就写 疑似 怀疑的疑似干纤维化 那纤维化我马上想到什么 菜瓜布 我整个人崩溃 我不敢跟我先生讲 就躲起来哭 不知道要问谁 后来刚好有一个活动 就遇到了那个肝脏权威的教授 我实在忍不住 我就跑到旁边去跟他讲说 教授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好 我怎么了 我说我的健检报告出来说 我疑似干纤维化 那教授这样看看我 他说你怪怪看起来不像 我说可是报告就这样写 然后那个教授就很好 就跟我约了时间 他就帮我做精细的检查 因为通常我的健检 就不是针对这个部位 做很详细的检查 那那一天我去找那个教授 就用超音波 就专门扫肝脏的超音波 然后又去测那个血流量 就做了很多很多的检查之后 他就告诉我说 这个疑似可以拿掉了 就是干纤维化 没有 不要吓他 好 那个指甲就进去了 没有啦 对不对 疑似拿掉 那不就是干纤维化吗 整个都拿掉 他说你不要去怀疑 干纤维化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 但是很清楚 你过劳 那个教授跟我讲 我眼泪就一直流 然后他就讲说 你的睡眠一定都不够 我说对我就不喜欢睡觉 我就喜欢 不喜欢睡觉 喜欢赚钱 对 就觉得说我可以再做一点工作 为什么要把那个时间拿来 耗在那里 后来那个教授就跟我讲了一个原则 如果我不希望自己的肝脏 这么容易就病变的话 我一定要做到一件事情 不熬夜 我说没办法 他说你没办法 那你要答应我 每天晚上十点到一点 如果可以就让自己平躺 就让你的整个血液回流是顺的 所以你没睡着躺着也可以 对 躺着 直接在平躺 如果到KTV就躺着唱 你后面刚刚刚在躺着 没有 躺着 唱歌很轻松 我就会注意这个时间 像如果在昂八点档的时候 我就会带那个躺椅 反正那个时间 如果我不用录 只是在等 我就会躺在那个躺椅上 可是既然都躺了 你就睡一下吧 可以睡就睡 但是我很不好睡 我就不习惯 还在想明天要赚多少 怎么睡 还有多久可以跟上乃哥的脚步 就每天在感激这个问题 但我还是觉得美容酱蛮重要的 什么叫美容酱 好像十点多 我就导致我已经要躺到三岁 美容酱 那我们是年纪的问题 不是 不是 我们年纪都这样 好不好 孝医师 那讲到这个纤维化 我倒是 因为我们在做肝蛋 我们每天都在做超音波 超音波真的病人最怕 听到我们讲说 你有点纤维化 特别是你来追踪的时候 那我们都知道说 台湾 虽然说现在吸肝都会治愈 我们2025年就要根除吸肝了 因为吸肝药物很厉害 8到12个礼拜的治疗 99%都会成功 99% 那几乎都会成功 所以吸肝大概没有问题了 很快就会根除 可是B型肝炎 因为以前留下来 目前还是有一两百万的 台湾人是有B型肝炎 所以还是一个重点 那每半年一定要来做一个检查 那我要举个例子 我在去年有个病人 70岁 那一个女生 她固定很乖 她每半年都会来做检查 但去年9月来的时候 她很焦虑 她说我姐姐恐吓我 我会是下一个得肝癌的人 她很害怕 结果我跟她坐一坐 说你没事 我很仔细地看 说你肝真的没有问题 这个时候她就从袋子里 拿出一张照片来 她说这是我姐姐 上个月刚开完刀的照片 哇塞 这是什么 这张 各位都知道 肝脏应该是平滑的嘛 可是这个肝脏呢 好像煮过了 太黑了吧 好像苦瓜 这是炸过了是不是 炸过了 这是从手术台刚刚切下来 好可怕 肝喔 对 这是肝 这应该是很严重的 对 上面是有一个 有一个被切开的位置 那个地方就是肝癌的位置 我的天啊 很可怕 上面那个圆圆的 对 那个位置就是肝脏 这黑的 拿出来也是黑的吗 是处理过的颜色 我想颜色可能是有点变 变比较暗一点 可能那么黑啦 对 不能写新的 但是这个 这个是很严重的 肝硬化 合并肝癌 好 这样算几期 末期 这个 是这样的 我们肝癌不是 肝癌假如说什么第几期 第四期是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 因为这个肿瘤呢 本身还小于三公分 还好 它肝是可以切一半 因为肝 它会再生 会再生 对 但是这个病人他告诉我 他说 我的妈妈 还有四个哥哥 还有一个姐姐 都因为肝癌死掉 家族 家族 因为他们家有传统 就是妈妈 传染这个B型肝癌给他们 那她姐姐是 等于是第七个人 她说下一个就是你 所以她来跟我讲说 这也太可怕了 但是 她这个姐姐呢 也从来不做检查了 她姐姐是有一次觉得 右上腹不舒服 就一看 就很严重的肝硬化 也有肝癌了 那我这个病人 他比较特别是 他很乖 他每半年一定来做检查 那我特别强调是 其实现在B肝 有很好的药 我们只要药物用下去 病毒都可以压下来 它没有办法跟吸肝 一样立刻根除 可是只要有用药 几乎肝脏都不会有问题 但是这个案例 让我想到说 以前我们的老师 就像我们 肝病基金会的 许教授 我的老师 他以前讲的故事 都是一家族一家族 我们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 我本来想说 应该没有了 结果上个月 去年年底还是来活生生的 就是还有这样的家族 所以还是再强调一次 你有B型肝炎不要怕 因为药物用下去 病毒降下来 你就不会 就不会肝硬化 也不会造成肝 所以这肝病的三部曲 就可以避免掉 像我爸爸本身就是 我都会拖他去 因为他都不喜欢去 你知道吗 我就硬拖他去 全身健康检查 不检查还好 一检查不得了 他发现他的肺是纤维化的 不然以后 然后医生就建议他说 你要少 就是稍微而已 你爸爸抽不抽烟 他抽烟 他抽了很久了 他说 然后医生就说你要戒烟 最好是戒烟 是啊 戒烟什么什么 可是 那我爸那时候就跟我讲说 我现在都已经几岁了 我都这么 这要七十几了 我都已经几岁了 我十几岁开始抽烟 抽到现在 你就好戒 我也不赌 然后我也不喝酒 现在 唯一的乐趣好戒 我好像踢掉好像 也是你也有这么一点点道理 那我就想说 那我就想说好吧 那我就说你少抽一点 我就建议他 你少抽一点 然后你把你的 腌的那个浓度 可能降低一点点 到0.1这种就好了 我帮你买 没关系 爸爸我们一起见 然后少吃一点 后来真的有改善 他的咳嗽本来是 早上起来 他那个咽咳很严重 咳到好像感觉肺 掉出来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知道之前 之前 然后一直这样 感觉那个 不停的 就在睡觉的时候 他都会不自觉的 一直咳嗽你知道吗 可是后来 他少抽一点烟 然后淡了一点以后 他的那个情况改善很多 就是烟壳啊 基本上都没有 都好喝 可是有些人啊 会有那种借口说 我都已经抽这么久了 都没事 借了反而会有事 有可能 有可能 有很多那种 在山上那种阿嬷 对不对 那种他活到一百多岁 他还在抽烟 刚才那个原住民吃一辈子 冰藏 阿嬷也涩快九十几 对啊 还用牙齦在咬 不过这个跟他们生活在 比较自然的一个环境 也有关系 因为我们在都市的 其实 空污其实很严重 对 所以你在加乘这个东西 然后他可能是 他一直有不好的习惯 但是他在一个 非常自然的环境 对 所以他的负面因素 就反而只是单纯 真的 肺纤维的话 肝纤维的话也很严重 刚消息是刚才非常 但肺纤维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讨厌的一阵 而且他更不可逆 肺纤维的话就是说 原本我们肝脏和肺纤都一样 应该是要软软的 肺脏的话呢 他就是要有肺泡 来帮你交换气体 那一旦他纤维化就代表 他这个交换气体的东西 全部都硬掉了 他就没办法交换气体 没办法交换气体的时候 那种肺纤维化的病人 一旦过了那个临界点 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容易传 会不舒服 而且很多人会觉得说 年轻的时候好像还好 为什么 因为年轻的 假设你肺纤维化 已经让你的肺功能 剩下一半 但是因为你年轻 你剩下那一半 够你去用 但是随之年纪越来越老 你坏掉的那一半 不会变好 但是你原来好的那一半 还是会慢慢慢慢流暢 到时候就越来越严重 那肺纤维化目前的治疗呢 有分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就是类似 类库存免疫的一个疗法这样子 所谓的非药物的治疗就是 你自己多做一些健康的训练 你自己呼吸 把你剩下已经还好的肺脏 想办法去训练好 那最终一个再不得已 就是一个肺脏移植 我自己讲我自己的案例 我自己是一个 70岁的一个男性 他大概也是大概年底来的 来的时候呢 他就很喘 我想说他很喘来 他是要看什么问题 结果呢 原来他得了一个胃癌 那胃癌其实现在来讲 对我们来讲不是那么困难 因为打四个原子比小洞 住院呢 我大概开住院大概五天 大概就可以出院 但是问题怎么样 他为什么会这么喘 我以为他有很不好的一个 什么烟酒啦 什么习惯 结果都没有 三高什么都没有 原因他就是本身呢 他已经做了一个 油漆相关的事情的工作 做了大概50年 所以他一直在吸 所以我们刚才讲那种 肺腺炎化会怎么样 就是包括空污啦 包括你吸烟 包括你一直接受化学的一个刺激 那最后一个就是说 你运气很不好 得过那种要住加护病房 好几次的肺炎 大概这几件原因 会让你造成肺腺炎化症的状况 那我们跟他讲说 你的开刀虽然不难 但是因为呢 一般开刀一定要全身麻醉 你插管子之后 你第一个你会有机会拔不太掉 那拔不太掉的话呢 你也要训练到稳定 可能要三天到一个礼拜 才有办法帮你拔管子 因为最糟的状况 麻醉科去评估的时候 还跟他讲说 万医生的不行 搞不好以后还要做气贱 所以他真的就 他其实就真的很崩溃这样 但是因为现在癌症 所有的治疗 在全世界都是这样 你现在已经诊断是胃癌的 你一个月内 你不做下一步的一个 决定性的治疗的时候 其实其数会往前跑 那后来我们跟家人好说歹说 然后也请他回去劝 终于挣扎了两个礼拜之后 愿意回来 那就住院开刀了 然后也的确 一般我们开完刀 现在未来真的很进步 也没有什么很大问题 但是他就真的在家务病房 插管插了三天 然后还好最后有拔掉这样子 那后来回诊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其实他觉得未来开刀一点都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他在插管子 承受他到底何年何月 可以把管子拔掉的那一个煎熬 对 而且他后续也必须继续的 不断的去做一个 肺部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运动 不然他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他的这些会退化 他在不做任何事的时候 其实到最后就会喘到 真的是得做气 其实就这样而已 真的 那回去真的要劝法多做一点运动 要啦 爬山啊 爬山就是训练肺波量啊 你看像我们家现在那个50阶 50阶的阶梯 其实那个就是好按钩 我们家已经在做的那个自动上去 他已经在做了 他不想走了 对啊 他说因为我走上去很喘 所以我就说 我就说这个很慢耶 我走的都比你 你知道我用 我可能用慢慢这样走的都比你快 你知道吗 所以你应该这一段 你应该用 那他走的那也会喘啊 对 烟能不要就不要了 尽量 对 我尽量 别忘了 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内容 记得选旁边的影片哦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介绍一下 då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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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